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期待 那边出送的期待是 哎呀 这六 还有这个期待我感觉很少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都是很多乖离啊 我们来自来的水 这家煎我已经吃了三个多年了 而且附近很多买水 都买我们来南这边 这家煎 每一天都是我们 特政党在这边 判断的安保 泰山 南华 公国 还有靠山 中文特政党在这边 来 以前 头头的时候 环平的时候 环平的时候 环平委员 接着其中 九位的判断 第二次环平的时候 都一面倒 环平委员都都安排 这 但民主国 怎么能这样做 现在他这个时候 跟他说 他们经过 进化 有没有 武器的进化 都一定 如何 放有的标准 这样才是谁知道 他自己说的 我们证明 到现在的时候 我们高度的怀疑 不可能的事 他在旁边的时候 高桌坡热处理 如果是炒掉人家 这就不想 对不对 我们已经 以前我跟 揭露的时候 他 头头的生人 买一买 买一买来 买一买来 就说事实不该做 我们民众办政府 既然跟他说 不要紧啦 他们都 他们在法庭里面 不想 他们就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 我们要他法庭 这样 这不是状况的矛盾 对不对 这个事情 我们为了这样的事情 是跟民众 记者会 人家在这些记者会 出庭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两年了 结果 我们现在已经 金啤力净 就对了 已经 如果是 kung paul 我们在这里 新人法庭里面 失败的时候 我如果沒有經濟 人家又繼續受罰 要怎樣 所以說我們不知道要怎樣 現在就是何祭何寵 不知道要怎樣 首先我講喔 因為我本身是 確實是一個務農 我是軍隊的 那我確實不懂 那以前也不會去關心說 政府機關有沒有公告什麼東西 都完全不會 那這次是完全單純因為我們那裡是隨機的保育區 那我們都很了解說農地工廠 對農地的影響會是什麼樣 因為報章媒體報導的太多了 也會很害怕 尤其我那裡的水質又很棒 那知道這個東西的時候 因為我們當初還蠻仰賴地方人士 那我本身也一開始被邀請來參與這個團體 然後相信地方人士會很盡心盡力去把這個事情處理好 其實後來發現並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當然也知道 地方政府他站在為民心力的立場 當然也會歡迎很多工廠到地方 到屏東縣來開設啦 增加就業機會啦 提升地方經濟 這都我可以認同 可是我沒有辦法認同 就是說你明明知道這些工廠 在農田的周邊設廠 它很有可能會造成農地的污染 那你明明就廣設了很多的工業區 而且工業區的土地也閒置 然後你為什麼不要把他們輔導到公路區去 那針對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都知道水很重要 那我們那裡那口水井是營用水渠水口 這是自來水公司講的 確實也提供我們那六個村莊 三十多年的營用水 所以我們為什麼很在乎說 那個營用水渠水口一定要公告 那在去年的六月份 六月份的營用水渠水水口 一定距離了公告供應會 那一次的會後 那個屏東縣環保局的水務染防治科的一個黃科員 那一次供應會會後 有一個媒體就問他 他說為什麼限制我們公告 他說因為屏東縣所有的營用水 幾乎都是抽取地下水做營用 如果我們那一口井公告了 其他的水井也要公告 那會限制屏東縣的地方發展 因為我們都知道公告了之後 他會有一些限制 那這些限制 到底對這個地方好還是不好 當然 每個地方的狀況都不一樣 我們不能說 站在一個齊頭式的點去討論 但是就我們那邊的水源來講 我認為那是好的 居民也認為那是好的 你應該要公告他 那包含在106年 從頭到尾參與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也到縣民有約的時間 去跟縣長談這個事情 那千年後去很多趟 只有遇到一次 有遇到縣長 然後屏東縣政府給我們的答覆 就是說為什麼不公告 他說不公告的原因是因為 而且補償的金額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跟計算的方式 所以一直都沒有做公告 那時候跟我們這樣的答覆 可是為什麼你到我們村民來拜公聽會的時候 你的科員跟我們講的就不一樣 而且在你辦公聽會之前的一個禮拜 還到村裡面來放風聲 說如果公告通過了 我們居民在門口放爆垃圾 就要罰10萬 然後房子不能蓋 然後土地的價值會跌落 然後公民不可以噴藥 講一些威嚇當地居民的這種東西 這樣在在讓我們一般 我們這個在地的居民對先生產生不信任感 那從這個第一庭到現在 我們聽了參加人跟輔佐人的很多話 其實我們也很無奈 因為站在法理上 我們也知道法規定案件就是那個樣子 那法的不足的部分 我們也跟平衆先生盲過 法的不足 你在這個案子裡面看到你說法的不足 你為什麼 不要朝立法的方向去吸引 要求立法或修法 雖然這個案子過了 可是你可以去防止下一個案子 那你不做 然後讓這些居民 永遠在這種擔心的狀況之下 今天開局大概我們還是 跟法官全力極力去主張 在廢物搜的部分 其實在整個法規政查過程裡面 沒有經過一個正面的原因 因為這一家工廠 它其實視為都是良好人的 那其實泰山村的居民在關切 因為他們本身也都是 一輩子都是在污染 那因此這樣一個工廠 無論它所派放的水污 其實對於臨近的一個農鐵是什麼 當然這是居民會很關切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大概是檢視完所有的環縮書之後 其實就會發覺 它的一個工廠 每個所派放的一個廢物水 對於臨近的一個受水污 它卻是沒有經過一個良好的原因 環縮書只有非常簡單的一句話去講說 對於臨近受水污的影響輕微 但是相關的一個數據影響到什麼 那個致城的一個廢物水的部分的話 那它的一個證據其實是在於說 之前他們在嘗試糾纏 裡面報告局去檢視 去集合的時候所拍的這樣一個照片 那樣一個照片 它就很顯它就很清水了 這個其實就是 梧桐是我們所預測的 其實因為它這個整個在運送過程當中 在使用過程當中 製成當中 它是會有去摻雜一些 很多的一些污染雜質在裡面 因此它出來的一個油污廢水 它其實是整個層次在核色的 那當然現在開發單位的人 它是去宣稱說 這樣的一個 核色的一個油污的一個廢水 可以萬年變得去進行一個循環性的使用 這件事情我們當然一定會存言 對方他們一直在講就是說 飲用水需水口 它必須要是飲用水管理條例裡面的一個規定 所謂的飲用水需水口 還叫做飲用水需水口 可是其實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後來含掉了那個自來水公司 就是關於就所謂泰山需水口的地方 它其實實質上它也是提供就是自來水使用 它也就是一個 就是運輸到居民家中的自來水 那說真的在台灣 你自來水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飲用水 就是實質上的認定 其實說真的就是這樣 但其實對方律師他們一直在主張的就是說 它不是飲用水管理條例 飲用水需水口 而今天其實更大的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沒有飲用水需水口這件事情 是因為這件劃定這個責任 其實是就在屏東縣政府上 那屏東縣政府從來沒有去劃過 所以他們基本上 泰山這個地方 他們是所謂的水資源保護區 但他們還是沒有被公告 比如說飲用水需水水 而這個部分其實就是屏東縣政府 他不去做 他帶我去 帶我舉手 對 那他反而今天在訴訟中說 喔 因為沒有飲用水需水水口 所以沒有這個 飲用水需水水口的問題 一定距離的這個問題 那這其實就是 有點像倒果為因的一個狀態 所以沒有実輸走 中采三頓 動員 動員 動員